大家好,我是八一女排的欧阳希希 军运会越来越近了 我们也在这里积极地备战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训练的场地 我们每天就三点一线 训练馆、宿舍、还有我们的餐厅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训练馆吧 就在前面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训练场地 大家已经在热身了 我要去准备了 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吧 武汉军运会上八一女排的首场比赛 被安排在开幕式之前进行 留给队员们的备战时间越来越少 大家只能尽快调整自身状态 三个多小时的对抗训练 队员们只休息了三次 每次不超过五分钟 参赛计划已经全都制定出来了 女排的所有比赛一共是五场 在七天之内完成 那对于我们的体能的储备要求 可能要求也比较严格 在场上 我们还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前国家队队员杨俊精 上届军运会上 杨俊精腿部十字韧带不慎断裂 长期的康复治疗 也没能让他的身体状态恢复如前 可能是我最后一阶军运会了 所以还是有美好的愿望 然后也希望自己在运动生涯这些 到最后的时候能够多为队里做贡献 包括我也希望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果 然后来弥补我上一阶的遗憾 这次军运会上 女排比赛的争夺十分激烈 面对强劲对手 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 激励着队员们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 目前八一女排的队员已经全部集结完毕 16号她们将迎来军运会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 美国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